Hello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最强绿叶 吴梦达 达叔 达叔1952年生于福建厦门 7岁到香港 1973年 他看到无线电视播出的剧集 《民间传奇》 剧中一位演出者竟然是他同事 他想了一想 同事都行 他为什么不能当明星 就报考第三期 香港无线电视艺员培训班 同学还有多润发呢 1974年开始 达叔就在无线电视参与演出 角色几乎全是配角 最早演出的乃是《民间传奇》系列 直到1979年 演出《楚留相传奇》 《虎铁花一角》 才开始收到注意 1980年 演艺事业校成就的达叔 很快迷失在名利之中 每天喝酒赌博跟妹子约会 无心工作 让许多人认为 他是一块腹部上墙的烂女 他甚至在一夜之间 欠下30万赌债破产 当时的30万港币 可是不得了的大数字 重视形象的电视台 也因此能弄他 伤心绝望的达叔 最终振作起来 决定重新开始 他修身养性 并花了大把时间 研读戏剧大师的著作 演员的自我修养 和角色的诞生 努力钻研演技 后来终于成功再起 还清赌债 达叔回想起来 非常感谢周润发 当初不借他钱 不然不会有今天的他 当时走投无路的达叔 向周润发借钱 却被狠狠拒绝 要他自己解决问题 让他十分消沉 甚至有了自杀念头 最后他突然接到 天若有情剧组的邀约 他也痛改前非认真演出 该片上映后大获成功 让他走出人生低谷 还清债务 达叔获奖时 周润发亲自到场祝贺 但达叔却不给面子 当场呛声 没有你的帮助 我也不会饿死 事后导演告诉达叔 其实是周润发 大力推荐他来 掩天若有情的 明白真相的达叔 就抱着周润发嚎啕大哭 也才明白他的用心良苦 如果当时周润发借钱给他 很可能他还完债 就继续花天酒地 赌博挥霍 就像是害了他 就要让他靠自己的努力 去赚钱 还钱 才会明白要珍惜一切 1981年 达叔演了其生平第一部电影 《执法者》 1985年 达叔拍摄新杂师兄 让众人都对他刮目想看 明白这个人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 福不上翔的烂你 从此他片音乐不断 开启了他演艺生涯的黄金时代 有时忙到 得在电视台睡觉 1989年 达叔与刚出道的周星驰合作 演出盖世豪侠 他来自江湖 周星驰古灵精怪 语出惊然的形象 跟达叔微微怒怒 窝囊透顶的形象 形成强烈对比 让观众们看得大开眼界 两人一张一尺的表演 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喜剧风格 就这样 两人开始了长期搭档的合作关系 成为了一对搞笑黄金搭档 1990年 达叔开始活跃于电影界 跟周星驰合演的独胜 创下了票房纪录 达叔还获得香港电影 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隔年又凭借着 天若有情 这部悲剧爱情故事 获得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 后来达叔陆续和周星驰 合演了数十部电影 每部都红得不得了 像是陶穴威龙 新式组织虎曹达华 我还没上车啊 陆鼎记 还大副海公公 叽叽叽叽叽 当年拍陆鼎记时 达叔最后的台词 小村子你放心 除非我死掉 他不可能伤害到你一根毛 连周星驰都忍不住笑场 酒瓶之马关的包友为 我肚子还有点饿 像这种要求吼 这辈子没见过 我要写个惨字 邪游几只月光宝盒 斧头帮的二当家 娘子 快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 破坏之王 魔鬼精肉人 鬼王打 开杂货店是我的兴趣 胶权才是我的正业 同时我这个人淡泊名利 最讨厌别人顾名钓鱼了 我跟李小龙 根本是师兄弟 成龙每天找我喝茶 难道我要去告诉别人吗 从这里滚下去 这一招叫无敌风火轮 你跟敌人一起滚下去 把他摔死 食神的餐饮集团老板 有皮牛肉好便宜啊 有需要就打这个电话 少林足球的黄金右脚 我是瘸怎样 你有得瘸吗 每次都把球踢上天 万一把飞机打下来了 你赔得起吗 刚流的话演的羽龙共舞 苍蝇书 原来一三十万块钱这么宝 让我找十几二十个小流氓 或是按好少文 是小龙 和演的少林小子二 心无荣愿 吸气 放屁 气功的原理在于吐纳之处 轻气上升 灼气下降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更加的爱你 等等等 都经典到让人笑翻天 忘都忘不了 达输了电影生涯数十年 最后在赌盛延续片 赌霸 然后我新闻线 这两部电影里 是第一男主角 其他几乎都是演配角 属于典型的配角演员 他甘愿当绿叶 一直为大牌明星做绿叶 从不务正业的老爸 到颓废无能的警察 几乎演片是金小人物的悲欢礼合 超适合的表演方式 让他成为靠配角走红的明星 也是演技精湛的金牌配角 长大的现在 更是有些感慨 以前总觉得 自己能跟周星驰 刘德华一样当主角 但现在感觉自己 比较像达叔演的那些角色一样 透过达叔的表演让人明白 其实很多时候 人都是这样子的 这种感觉 最后达叔又演了许多电影 近期上映的应该是 《长安扶妖》 《少林四肢》《德宝传奇》 虽然有许多我没看过 但我想应该也是挺有趣的吧 可惜以后 再也看不到达叔的新电影了 你各位喜欢吴梦达吗 对达叔哪个角色 哪句台词 哪个片段印象最深刻呢